当地时间11月10号 应阿联酋代表团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主持下 就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举行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拯救生命 恢复物资供应 刻不隆缓 在会议开始前 应阿联酋代表团请求 安理会成员向自11月7号以来 隐心一轮八亿冲突死亡的平民等 默哀一分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发言中表示 加沙局势不仅仅是一场人道危机 更是人性危机 全世界必须共同大声疾呼 该打住了 面对这一切 安理会必须排除个别国家的阻挠干扰 立即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行动 坚守正义 维护和平 停火指战 刻不容缓 停火绝不是一个外交辞令 而是加沙民众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们呼吁各方 特别是对当时方有独特影响的大国 摒弃一切地缘政治考虑和双重标准 将一切努力汇聚到停火指战 至于目标上来 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对在加沙发生的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敦促停止针对平民的集体惩罚 中方还呼吁开辟绿色通道 让专业机构和设备进入加沙开展搜救 尽最大努力拯救儿童 建立医疗护送机制 让加沙的孕妇和重伤重病人员 得到及时转移和救治 此外 中方还就加沙未来的讨论进行了说明 中方重申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缓解加沙人道危机 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不懈努力 今道由来说实现 匿名 端术 如果印语 你参 melt